问一下范老师 那马云事实上确实有蛮多政治困境 他曾经公开讲 他可以把支付宝献给国家 现在看起来果然被退休 然后被献给国家 马云代表的不只是马云 他代表的是中国从1989年 这个六四之间之后 中国的崛起的一个象征 所以马云我们知道他1988年 毕业于这个杭州师范学院 其实只是一个英文性毕业 他当时是名不见经传 所以他也代表了一个什么 一个奇迹 就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人 一系成为世界的富豪 也代表了中国在经济 从江泽民到胡锦涛 然后一路以来的往上爬 所以他代表的也是中国经济的奇迹 然后中国不但经济有奇迹 中国在国际政治上 也扮演一个角色 所以马云我们知道 他跟中国其他的这些企业家不一样 他的英文很好 我刚刚讲过他的英文系毕业 他第一个工作是开一个翻译社 到了1995年 他第一次到美国访问 他才发觉原来有网路这个东西 他觉得网路太可怕了 所以我们看到他1999年 才创立了阿里巴巴 那当时做的是什么 就是B2B 所谓的电子的支付 然后后来到了2003年 他才做了这个淘宝网 2004年才有支付宝 所以他是一步一步做 但是他可以说他都走在先机 为什么 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所谓的电子商务 他已经开始发现了 好 那今年刚好是阿里巴巴创业20周年 那马云今年才55岁 正值这个盛年 可以说怎么说这个时候就退休了 大家都觉得很讶异 那其实我们知道 为什么 因为的确大家所说的 他的支付宝 掌握了从中国人的吃喝玩乐 甚至是吃喝嫖赌 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没有 不用现金了 你去赌场赌钱 可以用支付宝来付 你去夜总会 你也可以用支付宝 所以当一个支付宝 掌握了每个人的消费行为的时候 这个大数据太可怕了 就像我们知道 过去清朝时代 谁掌握了每个人的百官行数 大家看过雍正王朝 百官行数谁掌握了 就知道每个人的辫子在哪里 所以我们知道 在这个加上这个支付宝 他每一天的金流量 根本就是中国一个地下央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马云既掌握了中国的金脉 人脉 而且又掌握了每个人的秘密 这个人是不是很可怕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一次我们知道 所以从这个公贵的爆料 这样就非杀不可 对 然后我们再看就是说 其实中共因为这几年 财务状况不好 经济不好 中美贸易大战 就是说告诉马云 你赚够了 你赚20年 你该走了吧 这个东西 国家要来介入了 国家要把你的这个阿里巴巴 把你收入为国家所控 收回国有 那我们知道 在去年8月那时候 王岐山就开始 跟68家的民营企业老板见面 其实就已经在暗示说 自己主动吧 所以我们看到去年9月10号 马云就宣布说 我不再担任总市长了 明年9月10号正式卸任 果然就卸任了 然后是由这个张勇来接班 可是我们知道 没有马云的阿里巴巴 还是阿里巴巴吗 所以大家想就对阿里巴巴的未来 感到很忧虑 加上你如果变成是 国营企业的话 那请问一下 那未来它是不是变成 变成没有效率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 在这个 包含像最近我们看到 Peter Navarro是美国的白宫贸易顾问 他在这个最近接受了 9月6号接受雅虎的财经网访问 他说在今年的5月 中美之间针对这个中美贸易大战 他们提出了中国有七大罪 七大罪状 七大中罪 其中一个就是 政府大量的补助国营企业 那你今天如果你阿里巴巴 也变成国营企业 不是让美国更加抓住 你阿里巴巴的这个问题吗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这个就是变成 中国现在变成是要 本来是应该是要国退民进 因为中国越来越自由开放的市场 可是看来习近平上来 反而是国进民退 就是国营企业进民营企业退 那这个甚至我们看到 最近中国连买猪肉都要买肉票了 就变成中国好像要回到了 毛泽东时代那样的一种 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道路了 好像在走退步路 这个点事实上外界也觉得很担心 对中国的经济外来发展 也是很忧虑的 那我们现在看 所以我们回头跟范老师讨论一下 2000年之后 马云的阿里巴巴失业王国才大幅的成长 所以马云的退 事实上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因为马云的成功是一个时代的指标 那范老师刚刚还讲到 美中贸易战 这个南巴罗接受访谈的时候 他要求两个东西 重新回到谈判桌谈 一个是市场的补贴 特别是党国资本主义的补贴 那另外一个是市场的进入 可是中国内部对于互联网 网路市场是完全不开放的 今天如果中国内部的网路市场开放 可能亚马逊也进入 可能阿里巴巴的版图也不一样 今天如果网路的市场开放 可能赖也进入 那可能其他的Google 其他的平台也进入 那腾讯的版图也不一样 所以马云固然收归国有 这个富可敌国跟庞大的平台 可能以后是国家掌控 可是美中攻防的过程当中 这也可能变成攻防的战场跟平台 对没有错 就是说美国要求你 中国要开放更多的网路的市场 那你不开放 那我们就谈判 就永远不会有结果的 那这个当然除了是因为利益之外 还有就是我不希望 整个中国的互联网 变成是整个